OK 那我們現在還是 接下來看一個 也是支援杜比Vision的 4K HDR的 武士美食家 個人也還是蠻喜歡這部 日劇的 因為竹中職人演的 看起來就是真的很好吃 好 我們現在可以看到左上角 一樣LG 右上角會出現杜比Vision 然後現在網路狀態呢 現在才是720P 然後呢 LG的設定值 一樣是在杜比Vision的標準模式 現在1080P 那其實在人物的膚色上面 個人還是比較喜歡LG的 整個膚色的呈現 因為三星就顯得比較 稍微亮一點 那我在調整的時候 其實有把 有把環境光源的感應 直接關掉 然後還是以標準的 影像模式來進行播放 它其實可以看到 左邊的亮度就是真的 算是蠻高的 其實可以稍微看一下 只是在暗部細節的部分呢 其實在標準模式之下 有時候你會覺得它會比較偏暗一點 它只是亮部的表現部分 它就會兩個畫面 LG的表現會來得比較好一點 你只能夠感到很舒服 在台北從東上 Kait史燮 北平 那街 北平 北平